一直以来,裁判的判法都是CBA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一场好好的比赛,经常因为裁判的抢戏变得支离破碎 赛后裁判也常常成为球迷们的吐槽对象 姚明上任后,采取一系列措施,虽然一度有所好转 但始终无法避免错判、漏判的发生 下面我们来看看CBA历史上的几次最具争议的判法吧 在2010年初的几个赛季里,吴敏华是CBA中比较活跃的裁判 但也经常出现极具争议的判罚 在2013年1月9日,81与青岛的比赛临近结束时 出现了客队不满裁判短暂罢赛的情况 在比赛还剩1分12秒左右,81原本93比90领先 由81队进攻,此时81队进攻24秒尾力 在关键时刻 也是不敢攻啊 24秒,24秒尾力 诶,这已经24秒了,为什么还 但裁判并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王志志抢下篮板球继续组织进攻 随后刘淑南扔进3分 将81原本领先3分的优势扩大到6分 这当即引起了青岛队的不满 因为如果此球判罚正常 那么青岛只落后3分 并且还能在8124秒尾力后持有球权 结果是赢是输就不好说了 在交涉过程中 主裁判吴敏华在与技术台反复沟通后 向青岛队承认 81队确实24秒尾力 可以将时间盗回,但咀嚼更改比分 赛后由于吴敏华误判明显,影响恶劣 给予三位裁判员内部通报批评 对付有主要责任的主裁判 给予停赛10轮的处罚 对付有次要责任的第一、第二副裁判 分别给予停赛5轮的处罚 给予技术代表停赛联赛工作5轮的处罚 这也是近10年来 CBA首次公开处罚裁判 宋元平从1995年开始就执法CBA比赛了 1998年被国际篮球联合会批准为国际级裁判 在江辽战的历史上 总计有两次最具争议的事件 这两次统称为红山体育馆裁判门 也叫红山体育馆裁案 其中以第一次最为著名 争议也最大 当时是12-13赛季的气候赛 四分之一决赛第五场 12-13赛季 辽宁队的韩德军和贺天举双双赛季报销 但辽宁队却展现出了极为顽强的斗志 四分之一决赛 辽宁和横叶对阵新疆广汇 双方在前四场系列赛中 总比分站至2比2平 第五场生死战在乌鲁木齐红山体育馆打响 但在这场比赛中 辽宁和横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争议判罚 本场比赛 郭爱伦砍下35分 曾一度帮助辽宁队客场压制新疆队 可是辽宁队的主力内线 李小旭和大外援琼斯全部被罚下场 只要新疆队进攻受挫 裁判马上判罚罚球 而本场比赛的罚球数量 两队实在是相差巨大 新疆队罚球40次 而辽宁队只有14次 比赛中各种莫名其妙的判罚 或者没判罚 让人乌烟以对 最后关头 新疆进攻出现失误 将球碰出界外 首先要确保自己这波进攻能够打 而球还没出界 哨子已经响起 随即给了辽宁队主教练吴庆龙 一个技术犯规 但是并没有罚球 此时主裁办解释是新疆队叫了暂停 暂停回来又将球权重新判给新疆 最终辽宁队以5分息败 总比分2比3败给新疆队 无缘办决赛 当时主裁办宋延平的判罚 引起了巨大争议 尤其是最后5分钟的判罚 简直是直接接管 并且主宰了最后的结果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在网上搜到这场比赛 随后的新闻发布会 时任辽兰主帅吴庆龙 没有回答任何一个记者的问题 只是简单地感谢了队员们 一个赛季的努力 随后大手一挥 离开了新闻发布会 出门以后 在空旷的走廊里大喊一声 13-14赛季 两队系列赛第二站 还是老地方 红山体育馆 熟悉的地方 熟悉的味道 在比赛最后关头 辽宁队106比108 落后2分 辽宁队最后一攻 韩德军在篮下 接到了赵继伟的突破分球 准备投篮 此时可兰白克 直接抱住了韩德军 双方摔倒在地 裁判不会享受 这是谁的球 还有三秒 头 还在传 呦 这球 还不享受 裁判还是没有享受 结果裁判并无任何表示 现场技术代表 也拒绝回看录像 这也引起了辽宁方面 极大的不满 郭志强已经冲进墙里去了 对 琼斯也是 介军和郭志强 对 在比赛结束后 辽宁队的主教练 郭志强率队滞留体育馆 长达40多分钟 并一度与当时的竞赛部主任 张雄打电话 最终比赛结果 仍然无法改变 郭志强赛后 拒绝在比赛结果上签字 甚至在赛后也曾宣布辞职 但由于这次事件 辽宁队心态明显受到影响 最终连输三场被淘汰出局 赛后主裁判郑军 被处罚停赛15场后直接退休 由于在比赛当中存在着明显的误判 今天中国蓝鞋也做出了最新的处罚的决定 决定如下 CBA季后赛新疆的主场 对辽宁的当职主裁判 郑军做出了停赛15轮的处罚 班旗是CBA历史上最有名的 因为一场球而丢掉饭碗的裁判 是哪场球呢 就是在15-16赛季 辽宁队客场与广东队的半决赛第一场上 在加持赛最后3.6秒的时候 比分为114比116 辽宁队领先 在球权争抢时 广东队周宏将球碰出界 韩德军因为及时躲避并没有碰到球 此时底线裁判背对韩德军 所以并没有看到球到底是谁碰着去的 主裁判选择录像回放 在经过长达8分钟的多次录像回放之后 班奇还是把球权判给了广东队 而韩德军因为没碰到球 而被判定球是碰到他出界的 也被球迷戏称为 韩德军腿毛事件 虽然最终广东队也没有将绝杀球打尽 可能是受到了这次判罚的影响 一年之后 班奇就退出了CBA裁判的工作 从此淡出人们的视线 以上只是联赛20多年来 争议判罚中的冰山一角 我们想说的是在CBA不断发展的2.0时代 裁判业务能力和职业化水平 依旧是影响CBA观赏 公平形象和发展的突出问题 吹乏是一种平衡 更是一种艺术 对于他们 球迷们或许应该多一些包容和理解 毕竟人非圣贤 输能无过 咱们后面有机会再来聊聊 NBA里的裁判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